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都是勾起了我们童年深深的回忆 都快乐了 那个时候我们小时候是跟大自然接触 什么跳环子 跳猴皮筋 然后拿孩子滚铁环 抽合螺 我觉得那时候好多特别 特别简单 对啊 在这样的大自然当中 孩子们就是充分地去接触自然 充分地调动自己身体里的一些能力 但是现在呢 咱们发现啊 小孩玩的和 哎呀 咱们那个小的时候太不一样了 给您看看 绷着电脑 对着电视 你看那对着手机乐的那嘴张的 你瞧那小孩那笔都没地拿了 拿嘴叼着 对啊 这一些新兴的电子产品 已经成为他们最亲密的伙伴了 不再是大自然当中的小虫子呀 或者是邻居的小伙伴了 嗯 但是想一想 有可能对她的眼睛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 还是请出专家让她来告诉您 掌声欢迎来自于中南大学乡亚医院的 吴小颖教授 欢迎吴教授 你好 吴教授 大家好 大家好 长期这样的话 小朋友总是抱个电脑啊 玩个手机啊 还有你看像刚才我们那么近的小朋友 对着电视哦 这样看的话 那肯定是对眼睛会有很大的影响的 什么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的 对 如果像这样啊 长期沉迷这种电子产品啊 对这个眼睛啊 肯定是不好 而且从这孩子的近视的发病率啊 近二十年来 就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到现在 那个发病率 近视的发病率基本上是翻了 倍了啊 两倍甚至是三倍 这不能不说这孩子的视力出现状况 跟这个有问题 咱们看看后面的这张图片 这是多明显的一个对比啊 七八十年代 您看那小学生做得板板的 而且呢 这个谁也不戴小眼镜 但您在看现在的小朋友 哎哟 每个人的这个小脸蛋上都夹了副小眼镜 小胖多也多了 这可能就是现代的生活方式 带给我们孩子的一些改变 待会还要请您慢慢给我们介绍 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危害和影响 请您乐坐 谢谢 那我就想请问一下专家 为什么电子产品会诱发近视 那这个看电子产品和看书有区别吗 那肯定是有区别的 我们一般看书的话是静止不动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孩子 看书也会翻篇啊 翻篇 但是你看每页的时候这篇不会动啊 对不对 一动你就不可能看得清楚了 那么如果是这个孩子看电子屏幕的时候 看他一个是他的这个切换速度特别的快 他颜色对比也是比较鲜明 再加上了他的这个画面一直是在散动啊 或者是跳跃 这些游戏又特别吸引孩子的这个眼睛啊 那么孩子他会长时间盯着这个屏幕不动 一个时间他会更长 二一个呢 他看着力量集中的时候 他会把屏幕的放隔眼睛就越来越近 那么这些因素都容易导致眼睛的疲劳 那么时间长的话就有可能诱发近视的发生 我觉得别说孩子了 就有时候我自己在看 有时候看片子看电影 或者有时候偶尔打赞个小游戏 时间稍微长点 一抬眼 两眼一片模糊 就是如果是你长时间看这个平板电脑 那么眼睛就一直处于一种这种调节的状态之中 那么调节它持续调节 有可能导致你调节筋鸾 就像一个肌肉一样 你总是保持这样一个动作 到这个肌肉它会僵硬 对不对 那么如果是眼睛的话呢 你老保持它让它看劲的时候 它的那个调节肌肉也会僵硬 那么这个时候你猛的一抬头 这眼睛下适应不了 因为看远去的时候你就不要用调节了 你的眼睛还取一个调节状态 那你就看不清了 那我们说了 这老说近视眼 这近视眼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们让何家博士来和您说一说 有请何博士 那要说明这个问题 就要用到我手上的这个道具 一个气球 这个气球怎么说明近视的原理呢 我们来看一段动画 当我们人要看远处物体的时候 那我们眼睛的内部有一个肌肉 叫做结状肌 那么这个结状肌呢 它就会牵拉着一个韧带 在我们看远处的时候 这个结状肌呢会松弛 在结状肌松弛的时候 它牵拉着这个韧带呢 就会紧张 韧带一紧张 那么这个晶状体啊 它是我们眼球当中 相当于是一个透镜 起到聚焦作用的 那么它就会变得扁平 就像我手里的这个气球一样啊 如果它受到韧带的牵拉 它就会变得扁平 当晶状体变得扁平的时候 它的焦距呢就会变远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晶状体变得扁平以后啊 它的焦距呢就会变长 这个时候我们人看到 远处的物体的时候 那么它通过这个晶状体聚焦 就可以聚焦到我们视网膜上 这个时候远处的物体啊 它通过这个晶状体聚焦 就可以落到我们的视网膜上 这样呢我们就看到了 一个清晰的图像 那如果我们看 近处物体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看下一段动画 现在这个人呢 他在读书啊 如果读书的时候 看一个近处的物体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啊 还是结状机 它就会发生收缩 当结状机收缩的时候呢 白色韧带 这个韧带呢 它就会舒张 好 稍微停一下 那么当韧带舒张的时候 这个晶状体啊 由于它本身弹性呢 它就会缩短变厚 它的厚度呢 就会增加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晶状体啊 它作为一个透镜 它的厚度增加之后呢 它的焦距就会变短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看近处的物体 那么它经过晶状体的折射 也可以在视网膜上 形成一个清晰的图像 但是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如果长时间的 看近处的物体 会发生什么变化 我们往下放 大家注意这个时间啊 看了很久了 连续了好几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 一直不休息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眼球的内部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结状机呢 它就会处于一个 持续收缩的状态 非常的难受 那么白色韧带呢 也是松弛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结状机啊 发红了 这个时候啊 我们眼球的长轴 什么叫长轴呢 也就是它的这个前后径啊 就会变长 那么也相当于 这个眼球就变形了 这个时候啊 它就会引起一个 不太好的后果 我们往下放 当眼轴变长之后 我们看远处的物体 那么这个光线 再通过精状体的折射 它就不在 那么它的焦点啊 就不在位于 我们的视网膜上 而是在视网膜的前方 因此啊 它的成像在视网膜上 就是一个模糊的影像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近视眼的形成原理了 小姬 好 谢谢国家博士啊 那是不是啊 有一些行为 也是在提示着宝贝的眼睛 出现近视了啊 我们来给您提示一下 看第一个问题 那孩子视力出现了问题 它最典型的反应是什么呢 您观察一下孩子啊 是爱眯着眼看人 还是看电视的时候 总往前操 越来越近 还是写字啊 容易写错了 现场100位观众 请调答一下 我架上眼镜的时候 架眼镜之前吧 我就觉得看什么东西 老是看不清楚 然后我就眯着眼睛看 一眯我就觉得 看清楚了 肯定不是写字容易出错 写字容易出错 我觉得是记忆力的问题 或者是判断的问题 不专心 我觉得是 不专心 我感觉是不是 看不清了 往电视机前凑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大家能不能够认识这个问题啊 来看选择 大多数观众选择的是 爱眯着眼睛看人 那这是不是最典型的反应呢 我们来看看啊 正确的答案是 孩子如果一旦发现近视 那么孩子年龄他又小 他不会表达 他说我眼睛看不清了 他就在看电视的时候 这电视方面特别吸引他 那么他看电视的时候 他就会怎么样 往前走 对 一种本能的反应 他会往前走 走到眼睛能够看清楚为止 所以啊 这孩子如果是 看电视的时候往前凑 那肯定是点 这个近视的 最早期的典型的表现 那爱眯眯眼呢 那爱眯眯眼呢 也可能是近视的表现 特别是像大人的话 他这个眯眼 比小孩可能反应更敏感 就是说他更加会去眯眼看 那么孩子的话 这眯眼可以是表现 那其他一些情况 像散光眼色 他也可以眯眼 他不一定是说 近视眼特有的 表现 那您看要是 这长时间 盯了那平板电脑 还有包括这样 你看近距离的 看电视 除了会引起近视 这个问题 那通常来说 就到您那去看 那小孩 还会有什么样的 一些反应 像肝眼 肝眼症 或者是甚至是近视时间长了 它可能出现斜视 我们正常的这个眼睛 它前面有一个透明的膜 我们叫它角膜 这可以眼珠上 那么正常这种膜上 它是有这种泪液 就是眼泪水 那么有一层泪液膜 布盖在上面 让它均匀一致 让我们看东西 能够看清楚 那么当孩子 距离太极重了 盯着这个屏幕看之后 它眨眼它就会减少 那么眨眼一减少 这个角膜 它就会长期暴露 在这个空气中的时间 就会延长 一延长 这个眼睛前面 这一层泪液和水 它就会怎么样 蒸发 一蒸发就到着这个角膜 它就会干燥 一干燥的话 那么就会有这些 正常的表现出来 孩子就会干眼症 或者是眼睛红 还有胃光 等等这些表现 那我们常说 这干眼是不是 大人的问题 还真不是 宝宝也会出现的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 那什么样的表现 说明我们的孩子 也可能患上了干眼症呢 是宝宝流泪 眼睛疼 还是频繁的眨眼 经常一百位观众 请表达意见 张老师身边 有没有得干眼症的 一些宝宝 有 因为经常带着宝宝 去这个小区的 儿童乐园玩 然后有一个奶奶 那他就说 他的孩子 就是有一段时间 就大概有持续了一个月 这孩子不停地眨眼 家里就很紧张 带他去看了大夫 大夫就说他是干眼症 说这个频繁的眨眼 就是干眼症的一种表现 我都没观察过宝宝 我就是观察过承认 承认一般都说是 形容这个眼睛干痛 就是又干又痛 是吧 干痛干痛的 所以眼睛 那我们来看看 大家是否认识清楚 先看选择 来看一下选择 大多数观众选择的是 眨眼或者是疼痛 什么算干眼症呢 电子产品无处不在 对孩子视力有哪些伤害 一抬眼 脸耳一片模糊 避免近视 用眼习惯很关键 健康之路 特邀眼科专家 为您解答 尽情关注 欢迎大家回到 由无限地度加工 您做出的健康之路节目 咱们以前节目当中 倒是经常说 有的时候 说这个人上了年纪 有可能会干眼 但是现在跟您说 小小孩小宝贝 也有可能会干眼 就是看这平板电脑看的 那主要呢 孩子就会 我们观察一下 他会频繁地眨眼 就是这个孩子 如果是刚才已经说了 那干眼 他就是由于这个 眼睛的表面 黑眼珠表面的内膜 它增花过多 导致他不完整了 不完整脚膜 他就会有干燥 干燥的话 这孩子他就会有干涉感 他就会不停地来眨眼 通过眨眼 让他感觉要清晰一点 这样吗 还是怎么样 比你这速度可能还稍微慢 你这样脑这么眨 你看不清楚了 他就说正常人大概10到15次 他可能要25甚至30次 就是每分钟的时间 就说他这个频率就明显地加快了 那么家长就很容易发现 这孩子们不对劲的眼睛不停地在这眨 那么就是一个早期的干眼的表现 那我再问问干眼症 他除了频繁的眨眼之外 对眼睛还有什么深度的损害吗 那么孩子去了 就是眨眼 他为什么眨眼 就是刚才说内膜不完整 当内膜不完整的时候 他这个角膜上面 他表面就表现去就像玻璃一样 如果一个玻璃 它是透明的 干净的 洁净的 那上面有一层水木 那么就是你透过这个玻璃 看得很清楚 如果这块玻璃的话 它上面有水 但是这个水 有的地方有 有的地方没有 那么你透过这块玻璃去看东西 就会模糊了 对不对 所以干眼症 它会影响孩子事物 到处模糊 它通过不停地眨眼 来让自己看得清楚一点 它会影响视力 那么间接地 那也是会影响孩子 看这个事物的清晰度 对 那会不会疼呢 那么一般来说 干眼症 它不会出现像流泪 疼痛这些反应 因为它最多就是干涉感 或者酸胀 它不会就像其他的 有些眼病 它第一反应就是疼痛 那如果得了干眼症 就是让孩子增加点睡眠时间 就让他眼睛闭着的时间长一些 它可以恢复吗 那么如果孩子干眼症 就是由这些 就是看东西 时间长了以后 到这代 一般的话 让他休息进行调整一下 那么再可以 补作地加一点这种眼药水 能够反解它的这种肝眼症 那么这些眼药水呢 主要是一些 没有刺激性的 这种人工肋液 那么这个人工肋液的话 它主要是分有 这种保湿的 水润性的 还有一些是油性的 或者是水性和油性都有的 那么对于孩子来说 主要它是由于 肋液蒸发所引起的 所以一般孩子 显测保湿的就可以了 这个是到医院开的吗 还是我们作为家长 可以到药店去买啊 医生开出来 在药店的话 也可以买得到 但是就是在你孩子 确定是 是不是干眼症之前 最后是到医院里面 去看一下 确定是要用这药 你再到药店去买 那我觉得真的是 给小宝贝喂药也好 或者低眼药也好 那是一技术活 挺难的 那这样能不能在现场 给我们演示一下 我们让李征当一个模特 孩子点眼药水之前 这个家长一定要怎么样 洗手 不要手不干净的时候 就去跟孩子点眼药水 洗手是第一件事 然后接着给这个孩子 点眼药水之前 得看看这个瓶子的标签 看到对不对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你要点的这种药 不要弄错了 我就曾经碰到个病人 他就把那个 给嚼气水 点到眼睛里去了 所以眼神伤害是很大的 所以得看一下 那个标签对不对 还有那个瓶里面的眼药水的颜色 是不对 有没有沉点 日期对不对 有没有过期 这是在点药水之前 你都必须要注意的事项 确定好 确定好 一定是要点的孩子 孩子和成人都可以 好 来 咱们可以看看怎么样 来点这个眼药水 点药水之前 掌握的方法 拧盖对不对 我拿的这一支是一次性的 所以你这个瓶盖无所谓 揭开了你就扔掉 但是如果是有瓶盖的 那么你拧下来以后 那个瓶盖得朝 朝上 里面的那一面得朝上放着 不要这样 还有一个点的时候 这个眼药水 不要碰这个孩子的睫毛 或者是他的皮肤 免得污染了这个瓶口 点的时候 然后大人的食指和拇指 把眼皮轻轻地把它提着 向上提着 完了以后 把这个药水直接点在眼睛上 就点一滴眼药水进去 然后把眼皮轻轻地给它盖上 滴哪儿啊 那个药液 这个眼药水不要正对着 那个黑眼珠滴 对着两边眼白的地方点 那么滴进去就行了 然后让孩子 闭上眼睛 休息五分钟 就可以了 内眼角外眼角都可以 对内眼角外眼角都可以 点完之后感觉怎么样 一次点一滴就不 我觉得我的右眼更明亮了 比左眼 我觉得会舒服一些 滋润一些 对对 它会 它会有一个 就是它没有任何不刺激的 就没有任何让你感觉到刺激的东西 不像有的眼药水 一点上马上有凉啊 或者有刺激的感觉 它这个可能是跟人工的这个 本人天然的那一眼是差不多 很近似的程度 滋润的 所以点完之后会觉得有点润润的 好 谢谢李章 也谢谢吴教授 真的要小朋友啊 有这个肝眼的问题 我觉得低眼药水 其实还是一个指标的办法 根本上啊 得切断那些电子传统 但是如果有的时候 硬性的不让他玩 孩子真的是哭闹得很厉害 对 所以还得选一个两拳之策 怎么办呢 两岁之前最好不要玩 那么两岁之后如果要接触的话 最好一个是要注意两点 一个是这个孩子的这个知识 就是说他开始摆这个位置 就是说他这个位置离眼睛的距离啊 最好要三十公分以上 正常人阅读的距离啊 不要太近了 二一个呢就是时间不能太长了 就是控制时长 那么孩子一般多长时间 就是说最好不要超过二十分钟一次 那么每天呢最好不要超过两次 二十分钟我们可以采用一种 让眼睛休息的办法 平常我们临床教育一种 二零二零二零的这个法则 什么叫做三个二零呢 第一个二零呢 就是这个孩子看二十分钟 第二个呢就是 二十分钟以后 这个眼睛去远眺 远眺二十英尺以外 也就是平常说的六米以外 就远距离的远眺 第三个时间的话至少要远眺 二十秒钟 让这个眼睛能够休息一下 这样来防止眼睛容易设立了 二十分钟二十英尺 二十秒 对 三个二十 对对 尤其孩子上了学之后啊 咱们呢都会给孩子准备一个小书桌 再给他们营造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 那么就是这个书桌应该怎么样的来摆放 你是否清楚呢 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 那我们看看啊 当孩子看书学习的时候 哪一种书桌的摆放方式是最好的 是面向窗 背对窗还是与窗垂直 给大家看看图片啊 第一个就是面对窗户 第二个呢是背对着窗户 窗户在后边 第三个呢是跟窗户垂直 这样的一个方向 看清楚了吗 好 前场100位观众请表达一件 我看到我就笑了 这第一种面向窗 是我小时候用的办法 第三种呢是通常办公室摆放桌子的办法 对对对 我以后我打算 还是像我小时候面向窗摆吧 面向窗觉得光的 我觉得采光会好啊 从东面还是从西面 它都会照射到你的这种 采光好啊 对 自然光多嘛 根据我自己的体会吧 我觉得面向光呢 外面的光太强 要背向光呢 我觉得那个背照过来的光呢 照到书上也太强 所以让我选的话 有条件的话 我还是选择C 嗯 就是垂直的 窗户垂直啊 对对对 来 那我们看看大家的选择啊 好 我们来看看选项啊 面向窗和背对窗的更多一些 那到底哪一种摆放书桌的方式 更有利于保护孩子的视力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摆放防法 是不是面对窗 背对窗 不是 是与窗垂直 咱们可以通过动画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过程啊 像这种情况 就是正对着窗啊 正对着窗外面的光线 它会直接 一个是对眼睛有刺激 二一个它照在书本上 这个书本它会散光啊 那么到着眼睛的不舒服啊 容易疲劳 嗯 就是第一种情况 那么如果是背对着窗啊 那么它的头和背部 它会把这个光线给遮了一部分啊 那么导致看书的时候 这个光线不足啊 这个如果你桌子前面 还摆放一个电脑的话 那么电脑的光线 它也可以直接照在眼睛上啊 给你眼睛也是容易疲劳的一种状况 那么这样 侧桌子跟这个窗户垂直 那么光线啊 从这个侧面照过来 一个避免啊 这个书的反射 二一个呢 光线的强弱呢 比较失踪 这样眼睛就会比较舒服啊 看书不容易疲劳 嗯 有条件的话 还是建议您给孩子的书房啊 或者是他的这个学习的课桌呢 布置成这个样子 与窗户垂直 那现在咱们都知道啊 那孩子学习啊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 肯定得点灯嘛 这是一常识了 那我们有点这个亮的啊 就是屋顶上的灯的 还有的呢 有点这个小台灯的 那不知道您家这个摆灯啊 或者是点灯的时候 是怎么一个弄法 我有一个小外甥 反正给他装的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那个灯管的灯 在顶上没有用台灯 只开一个顶灯啊 对 开顶灯 为什么没用台灯呢 台灯它是它那个 有时候它照得很近也很强 反射性也强 就是日光灯 那一个大的就就整个房间 都是一样的光线 那个均匀一些光 就一个大顶灯已经足够了 对 开台灯 为什么呢 就台灯离开近的看得清楚啊 哦 看得更清楚 有人说开台灯黄眼 有人说开台灯清楚 那您看看我们问问 这个专业的医生啊 要是从保护势力 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咱们应该怎么选择 开灯的这个方式呢 会很能够保护孩子的眼睛 如果从保护孩子 势力这个角度上说啊 那么答案就是 既要开一盏台灯 还要开一盏顶灯 都开着啊 对 两个灯都要开着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如果只开一个顶灯的话 那么到这个书桌上的 你这书本上的光线 暗了一点 这灯光隔着远了一点 那么容易导致 这个肌肉紧张是疲劳 那么如果只是 开一盏台灯的话 它的背景反映太黑了 视网膜上我们人能够看清东西 就必须有细胞感光嘛 感光的话上面有两种细胞 一种管白天 一种管黑夜的 它们分工不同 但是互相合作 就是生理过程特别的复杂 一旦就说你持续在这种 这个光线明暗相差太大 这样的工作 它们两个配合的 加紧这个工作 那么就倒是容易出问题 那么台灯和顶灯同时开 那么台灯的顶灯呢 就是说不要那么亮 稍微暗一点 那么两个灯光配合 让它背景既不那么暗 让它的书面上 书桌上的这个书本 光线也够 那么这样 对孩子的眼睛是最好的 那会不会像刚才69号观众说的 68号观众说的那样 那看你台灯离太近了 晃眼睛啊 会伤害到孩子的眼睛啊 那关键就是这个 你挑选这灯泡的这瓦术啊 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这就说到关键了 看看大家会不会挑 给孩子读书用的台灯 我如果选的话 我会选择那个光线 相对能柔和一些的 那比如说瓦术啊 颜色呀 你会去考虑吗 颜色我觉得 应该是淡黄色的吧 因为白色的四眼了 瓦术呢 应该是小于 应该小于二十五以下吧 我就选一个比较的 柔和一点的 就是一般的才能静下 没有特别特殊的 没有特殊的 那瓦术没有特殊要求吗 对 现在都瓦术都不太高了 好 那这样选起来的话 大家认为柔和的 瓦术稍微低一点的 包括那个灯光颜色是黄色的 会更好一些 作为眼科的专家 您同意吗 那这样跟孩子选这个灯的时候 一个是台灯 夜晚跟孩子学习的时候 那么我一般建议孩子 采用这个40瓦的白质灯 那么40瓦 40瓦的白质灯 那么这种灯的话 它一个光线比较柔和 比较稳定 它一个它是暖色 洁净这个自然光 但是如果就说 你不选白质灯 选节能灯 那么这个节能灯 最好是挑15瓦 完了以后 它的摄温是4000个K的 最合适 因为这一个阶段的摄温 它也同样是最接近 自然光线的 那看得出来 我们这方面的知识 还是相对欠缺了 不过讲完之后 我们就记住了 可以给宝宝选择一个 适合他阅读的 保护他视力的台灯的 瓦数和颜色 现在往下说的话 咱们选绿台灯 还得看看 有没有保护眼睛的 一些小窍门 能问问家长吗 张月老师有什么 好的办法 我是因为孩子看着iPad 我也哭着不了 但是我知道 看的时间不能太长 然后我给他选书的时候 选大草原的森林的 我甚至把电脑的屏幕 给它调成绿色的 为什么设置成绿色的呢 因为我觉得绿色对眼睛 是一种自然的保护 眼睛接受绿色特别的舒服 看绿色对眼睛 有一定的好处 那么看绿色的时候 让眼睛能够放松 能够反解 失疲劳 就是说孩子学习自愚 那么能够往远跳 看看绿色 都是有好处的 但是如果说 把电脑的屏保都设成绿色了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 因为毕竟你看屏幕 还是在 就是看这些 散动跳跃的这种方面 建议是看远去的 树木草地的这些绿色 对孩子的眼睛 有一定的放松 能够反解的作用 好 那咱们看看 除了以上咱们给大家 提供了这么多 保护好孩子眼睛 视力的方法之外 那在运动方面 咱们又应该怎么做 能够更好地 让孩子这个眼睛 更加明亮呢 我们让何博士交给您 有请何博士 小金 其实刚才 特别是张岳老师讲到的 这样的一些户外运动 是非常合适的 那比如说 因为我们经常 在这个钢筋水泥混凝土 这样的森林里面 这个视野非常受限制 所以我们经常 做一些远足 比如说去爬爬山 或者是到草原 海上 视野开阔的地方 那么其实 对我们眼睛的肌肉 就是一种放松 那么有的观众朋友 就说了 这个我也不能天天都去爬山 有没有一些简单的运动 其实非常简单 有一个运动 打乒乓球 就是特别适合的 因为在打乒乓球的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视线 会随着这个小小的乒乓球 由远即近 再由近即远 那么其实呢 对于我们这个眼睛的肌肉 就是一个放松 收缩 放松 收缩 就是一个按摩的过程了 那么除了这样的一些活动之外 我们还可以做一个动眼操 什么叫做动眼操呢 比如大家看 我这里贴了一个视力表 那么我们可以锻炼一下 眼睛里面的肌肉 怎么做呢 非常的简单 比如我们离这个视力表 大约稍微远一点的距离 在家里呢 距离有个五米左右 然后呢 我们可以先把手举起来 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一起做 大概呢 就是这样一尺 我们视线范围 读书的这个距离 一尺左右 然后呢 尽力地去看自己的指纹 把自己的指纹看清楚 大约看上个 十多秒钟 半个秒 十多秒 半分钟左右 然后呢 我们抬起头来 就看视力表 一个远处的视力表 然后呢 尽力把这个小小的 这个最后的一行字 都看清楚 然后看上半分钟左右 然后再回来 看自己的手掌纹 然后呢 再看远处 然后再看手 再看远 那么这样呢 就是一个很好的调节过程了 那么这个过程呢 它其实锻炼的是 我们眼睛内部的调节的肌肉 另外啊 我们还要锻炼一下 眼睛中围的调节肌肉 所以呢 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就跟我一起来做这个动眼操啊 我们调节眼睛外部肌肉的 我们先把这个手呢 搓一搓 搓一搓 让它搓得稍微热乎一点啊 然后呢 我们轻轻地 敷到自己的眼睛上 掌心的位置 轻轻地敷一敷 不要用太大的力量 好 轻轻地敷一敷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做一个动眼的动作了 动眼怎么做呢 其实就是转自己的眼珠 我们先把这个眼睛啊 目光直视前方 然后呢 我们先做一个顺时针的绕行 十圈左右啊 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啊 预备开始 然后转 转眼睛 从上到下 然后呢 从左到右 转 好 再转 好 转几圈 好 转几圈之后 转几圈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把手搓一搓 刚才呢 我们是顺时针转的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贴上 敷一敷 然后 再逆时针地转 这样逆时针地转 对 通过这样的锻炼啊 既可以锻炼到眼球内部的肌肉 又可以锻炼到眼球外围的这些肌肉 所以呢 对我们的眼睛是非常有好处的 下集 好 谢谢何佳博士的介绍啊 大人学完之后啊 您要交给孩子 但是还有一个工作呢 那就得大人来做了 什么呢 就是您得做一些好吃的 有利于保护孩子眼睛的食物给他们啊 来看下一个问题 那吃点什么更有助于保护孩子视力呢 比如说他的眼睛都戛上了 咱是给他吃点玉米啊 鱼肉呀 还是羊肝呢 现场100位观众请表达意见 吃肝啊 还得吃肝尖 其实吃鱼肉也对啊 吃鱼肉 我觉得这两个都对 都对都行 都行 我特别同意他的说法 尤其中医讲就是肝煮木 对 老说这个吃肝 鸣木 鸣木嘛 吃肝鸣木 眼睛有好处 所以要我选的话 我选羊肝 肝 好 那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选择 绝对优势 对 他会一大半的观众选择的 都是要吃一点羊肝 还有人呢 说是不是吃鱼肉 也能够保护孩子们的眼睛啊 无限级提示您 健康之路精彩继续 见识了 要马上配镜吗 达到了125度以上 这个时候 就一定要考虑配眼镜 气势眼手术可以做吗 健康之路 特邀眼科专家为您解答 敬请关注 欢迎大家回到 又无限级独家 冠名过去的健康之路节目 最后一点啊 其实也挺关键的 就是平时孩子的一日三餐呢 是由家长来负责的 那给他们吃点什么 能够更好的保护孩子的势力啊 建议您啊 可以尝给孩子们 吃点 肉 其实上面提到的三种食物啊 像玉米啊 鱼肉啊 羊肝啊 其实对眼睛 对孩子的眼睛 都有很好的作用 这几样来一样都不能缺 但是为什么单独把这个玉米提出来呢 在您说之前 我问问哪位观众选的是玉米啊 太厉害了 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小的时候 我就看了那个关于眼睛 因为我们老公的眼睛也不好 我的眼睛也不好 我在这个方面特别的注意 所以就看到有很多书都说 玉米里面含有一种 对那个眼睛就有保护作用的 一种什么微量炎素什么的 所以我每天都给孩子吃玉米瓣 玉米瓣 对 就是玉米吧 然后就把它 有时候把玉米瓣把它磕下来 一个一个给它炒着给它吃 反正每天都 基本上一个礼拜都 都要给它吃两三天的玉米 所以真的是多细心啊 这作为家长就得不断地学习一些新的知识 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更茹壮地成长 那您看刚才阿姨说了 那里边有一样东西 就这东西好 那是什么东西啊 那玉米里面啊 特别是黄热玉米 它里面含有一种 富含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成分 这东西就叫做叶黄素 叶黄素 它是一种高能的抗氧化剂 它能够综合这个身体里面 就是引力里面有害的这种自由基 而且能够有效地吸收 这个自然光线里面的这种蓝光 那么这种蓝光 它对视网罗是有损伤的 那么如果是这个 这个叶黄素就说 答案里面就说 它很像给我们戴上了一副 这种天然的能够绿光蓝光的太阳镜 对 能够防止这个 这个有 这个有 防止这个日光中的有害光线 对眼睛引起了省伤 所以说 吃叶黄素 对孩子的肆虑有保护作用 所以你看我们80号观众做得多棒啊 一周都要多给孩子吃一些玉米 但咱也不能怎么吃这玉米棒子 尤其让小朋友吃酥粮 它还挺抗拒的 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好吃的 里面也含有叶黄素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种黄色玉米 那么还有蛋黄 还有一种水果叫猕猴桃 还有我们这画面上打出来的这些 像绿色的菠菜啊 甘蓝啊 还有绿色的花椰菜 以及这蓝莓啊 萝卜啊 都是富含有 这个叶方素的 都好鲜艳哦 对对 生绿色的 它也都富含有这些成分 所以平常注意给孩子 适当地补充 对眼睛呢 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那个小姐 我觉得有一点呢 说到玉米 我想提醒大家一个 就说这个玉米啊 就是把它叫做 皇冠上的珍珠 但是如果把 它是食物当中最好的食物 但是如果把这个玉米 粒加工成爆米花的话 它就从最好的食物 变成了垃圾食物 对 没错 你们一定要让孩子 不吃玉米花 对对对 还得选择一个 好一点的烹饪方法才行 但是这些食物 应该说相对来说 就比较好了 怎么吃都应该是 比较健康的 好 所以啊 这个80号的阿姨 回家之后啊 你可以换着花吃呀 做点胡萝卜 烤干嘛